驻旧金山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于11月24号 分别在旧金山和南湾举办了本年度 乔务荣誉职人员聘书颁发仪式 多位在乔界不同行业以及领域热心服务的人士 分别被聘为乔务委员 乔务咨询委员 乔务顾问以及乔务促进委员等不同的职务 经文处马中林处长特别表彰了这些荣誉职人员 对乔界的服务和贡献 也希望能够透过这些乔界贤大人士 帮助乔民融入并参与主流社会的活动 提升乔包的地位和权益 而他也勉励不同背景的乔界领袖能够团结一致 为中华民国的发展贡献心力 仪式结束之后 与会人士也都发表了 对于乔务与台湾政局的意见 以及对于刚刚结束的台湾大选的看法 很多人看着这个选举的结果 是看着哪一个政党赢了哪一个政党 可能这次失利 或者哪一个候选人当选 哪一个候选人没有当选 我说我们看到的不只是这些 我们看到的更重要的是整个台湾的人民胜利 因为这一次整个 再一次的台湾的自由民主的宪政 又受到大家世界的肯定 至少在整个过程当中 我们大家是非常平和的 非常自由非常公平的一个 而且也再度的显示 中华民国台湾的每一个人民都受到宪法保障 每一个人民都可以用手中的那张票 可以来决定国家的未来 而不是哪一个人说了算 真正我们要看到的是台湾的整个自由民主宪政的 这个根基是越来越稳固 那我觉得桥委员也好 这个咨询委员也好 做了一件事 就是因为我们代表中华民国 这也是总统所任命的 我觉得说我们的工作 就是在桥局地服务桥包 那也做一座非常坚强的一个桥梁 跟台湾我们政府能够配合 那我想说从今以后 我们也是本着初衷 就是要热心的服务我们的桥局地 那更是跟台湾政府一切 他们的推动的都能够尽心尽力的配合 大家看看今天这一次的选举 你看一看这个所谓的 这个选举委员会被骂得不像话 排队有了排了三个小时 竟然全省有延迟的这个多小时 但是我们刚刚很多人提到这个选举 甚至我们值得骄傲 你们听过有暴动 这个就是台湾精神的展现 真的我们要大家真的谈了那么多 台湾的这个价值 我们一定要每一个人尽我们最大的力量 守住这个核心架 我历经了这个在桥社历经的五六七八位处长 我发觉这位处长是我们就像我们家的家人一样 这种感觉 我们没有距离 我们只有轻衡 那我觉得我们希望将来桥社能够再更团结 如果 如果 我们很不愿意讲 如果我们马祝党哪一天融掉回去 我们希望再来的人应该跟你笑话 谢谢 谢谢